种植超过20年以上的七里香树以及黄皮果树 就这样硬生生的被压过去 而有些树干枯在旁边 这些都是玉里酸干在地居民所种植的农作物 不过近期铁路局拓宽工程大型机具行进这条路时 并未与当地的居民沟通 造成这些农作物被破坏 而民众受不了赶紧跟玉里正名代表吴欣文陈勤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协助理清帮忙 树上的黄皮果树马上就要在八月采收 但是就被怪手硬生生的压倒在地 树枝树叶也都干枯 这里是玉里酸干农民受不了 向玉里正名代表吴欣文陈勤说 最近有大型机具多次行进果树内 农友都没有被告知 认为很不受尊重 你要来开路可以 可是你要先告诉我们 让我们有充分时间 把我们的果树慢慢把它移植出去 你们都没有来告诉我们 就自己大大方方就把我们的果树全部毁灭掉了 你看看 这个几棵树就爆销了 全部死掉了 而且很可惜啊 这个植物叫黄皮果 是台湾很稀有的植物 农民很无奈 两年前的铁路双轨电气化工程工厅会 也曾说主要是以西侧拓宽 不过近期都是往东侧住家附近的铁路用地 施作工程 没有告知之外 还直接把种植多年的农作物都破坏了 没有说要计较 因为这东西 这个还是铁路用地 我们是地上屋而已 我们不会 不敢怎么要求 无新闻表示非常不尊重当地居民 虽然是铁路用地 但是基于尊重地上屋 还是必须事先告知才对 后续会持续的来追踪 种植超过20年以上的七里香树 以及黄皮果树 就这样硬生生的被压过去 有些树还干枯在旁边 这些都是玉里酸干在地居民所种植的农作物 农民也只希望有关单位 能够先来做说明 因为居民也都很尊重政府计划 不过就是希望能够互相彼此尊重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